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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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部分是在今天我们看得到相关的讯息 周末如果说你有要规划走走或是玩玩或是家庭聚会的话 稍微考虑一下天气的状况 尤其是下雨 还不止冷是下雨 但是如果关在家里面的话要特别注意 门窗可能要稍微打开一下 一个是二两化碳 一个是疫情的关系 也不要闷在里面了 所以算是春寒 所以让天气在周末格外的显得寒冷 所以要稍微的注意 今天早出晚归南北穿梭的朋友要稍微注意 因为今天还没有到那么冷 所以南北的温差还是大的 好 所以这有关于今天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 好 周末听起来冷嗖嗖 然后等到要上班的时候 那一天早上出门更冷 所以要多穿一点衣服 好 看完相关的讯息之后 一样 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咯 疫情还好在今天大概跟昨天差不多 甚至的数字稍微的下来一点点了 这个昨天是202万人单日新增感染 今天的话是193万人 那但是大概来说就在200上下 那1万多人呢 单日新增死亡 所以其实每天每天这样的死亡人数 其实还挺挺挺伤脑筋的 这个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一样的去德国俄罗斯跟巴西三个国家 是破10万的 那OK 所以看起来欧洲的状况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大概今天跟昨天差不多 所以在今天我们先从欧洲来看 这个欧洲的话 今天19个国家破万 当中的话呢 两个国家破10万 一个是德国22万7千多人 单日新增感染 那俄罗斯的话呢 是18万人 那即便呢 这个德国22万人 我们昨天就说了 他们还是考虑呢 在这个2月底3月初 有部分的部分呢 有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呢 都要开始松绑了 所以呢 跟病毒共存 是欧洲国家呢 蛮明显的啊 这管他数字多高 数字越高的话呢 可能群体免疫的效果 他们认为越大啊 那所以呢 这个呃 都是亲政重政的话 那因此的话 就希望能够让经济跟生活 回到正常 好 现在就是德国俄罗斯 那法国的话呢 单日新增9万多 意大利5万多 荷兰 英国也都是5万多 那呃 3万多的国家是丹麦 西班牙 乌克兰跟奥地利啊 那呃 其他的话呢 像是呃 破万的国家 呃 波兰 希腊 斯洛伐克 葡萄牙 罗马尼亚 瑞士 比利时 跟呃 拉脱亚 啊 这些呢 都是破万的国家 好 所以呢 整个的欧洲在今天的话呢 单日新增了102万人啊 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欧洲地区的状况 那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呃 美国啊 美国跟美洲 美国的话呢 今天单日新增7万多啊 所以他们等于是下来了一些 嗯 OK 那但是他们死亡的人数 依旧的是多的 每天都还是1000多人 所以呢 今天是1592个人啊 所以呢 虽然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疫情 稍微的比较明显的 有缓和下来啊 上面很多地方也不不戴口罩了 呃等等啊 那但是呢 他们的死亡人数啊还是多的 就总数来看的话呢 目前呢 美国还是全球在疫情爆发了两年多以来啊 这个呃 确诊人数最高的一个国家 啊 我刚看了一下他在接近8000万人感染啊 啊 那他呃 3亿2000多人的人口嘛啊 呃 所以他大概四分之一的人都感染了 那他死亡的人数呢 也在这一两天看起来就要破100万人了啊 现在已经9596万人死亡了啊 那嗯 这个人数其实坦白说也还是蛮 惊人的 我想在这个历史的记录上面回过头来看啊 呃 这个二零二 等于是二零二二 二一二零 这几年里面啊 这个人类遭逢到了这个疫情的 对于全世界的人口啊 这个的一些呃 减少了啊 这个一些呃 伤病了等等啊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的 蛮大的一个清洗的某个程度来说啊 你可以说是这是个大自然的呃循环啊 人类文明的呃循环 但是也还是啊 这个身处其中 尤其是如果说因此受到影响的一些家庭啊 这个还是觉得会会蛮难过的了 ok好所以呢这个 美国的数字啊 虽然最近下来了一点点啊 但是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总体数数字啊 事实上是还蛮惊人的 好那巴西的话呢 今天的单日新的十二万 那死亡的人数也是一千多啊 现在美国跟巴西啊 这个分别都是呢 最近这段时间呃 那在死亡的人数啊上面看起来呢 都是破千啊 比较多的国家啊 那这个距离的话呢 三万五 阿根廷呢一万六 ok好所以呢 就是欧美国家的状况 那ok呢 接下来看看呢 是呃 南半球的澳洲啊 这个两万五千多人 大家都维持这个数字啊 这个最近这段时间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亚洲了啊 这回到亚洲的话呢 今天十二个国家呢 是破万的 也跟昨天差不多 那这个总体的数字呢 五十六万 也跟昨天差不多 好但是的话呢 排名在前面的国家啊 现在的话呢 日本韩国呢 状况越来越 呃 危急了啊 那尤其是呃 这个南韩啊 等于是在过去一个礼拜的数字 大步向前啊 从四万多五万多 然后呢 就飙到了九万多 所以在今天的话呢 他以稍稍的啊 这个呃 差距啦 就是比这个土耳其还要来的多 所以今天亚洲的啊 看起来第一名啊 这个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最多的是南韩 南韩的话 那是九万三千多人 那这个土耳其的话 那是九万两千多人 那这数字坦白讲 差不了太多了 那日本的话呢 那是九万零五百多人啊 所以三个国家是破九万人啊 这个单日新增感染的 分别是南韩 土耳其跟日本 那对日本来说的话呢 这个九万算是持平啦 甚至呢 比起前一两个礼拜 有连续两三天破十万的 收收缓一点点啊 但是南韩的话呢 是蛮明显的往上走 那这个土耳其也是差不多 持平偏趋缓一些些 好 所以呢这个状况呢 是在亚洲啊 这个目前看下这三个国家呢 是最严峻的 那但是呢 在措施方面的话呢 日本啊 相对来说 他打算要放宽了 所以呢 昨天岸田文雄召开记者会 说明了这一点 尤其是国境当中的放宽 那南韩的话呢 他的吃井是吃井在呢 他的老的少小的啊 这个部分 那但是一般的成年人的话 他们也开始逐步的放宽了 好 所以呢 这是连我们周边的国家 我们都不要讲说去非啊 什么欧美国家了 呃 周边的话呢 整个的东北亚 什么跟我们往来比较近的 或者未来的东南亚啊 这部分的话呢 可能陆陆续续的话呢 都会啊 这个解封啊 虽然这个亚洲的疫情 是晚于欧美国家的啊 所以这部分 是我们这几天不断的特别提醒的 必须要去预作规划的部分 好 那所以呢 就是三个啊 这个在亚洲地区当中的 比较严峻的国家 那另外的话呢 印尼六万多 越南三万多 呃 马来西亚跟印度 是两万多 然后破万的国家 还有伊朗 泰国 以色列 乔治亚跟约旦 OK好 那所以呢 这几这些地方是比较相对来说啦 疫情严峻的地方 好那另外的话呢 一个比较拉简报的就是我们对面啊 这个这个香港 香港的话呢 人口也不过是五百啊 七百五十万人啊 但是他们在今天的数字呢 已经飙高到了六千多人呢 但是新增感染了 好 所以呢这个六千多人的数字啊 也是从一千两千三千四千到六千很快的啊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 呃等于是大爆发啊 所以这个等于就是算是大爆发了啊 就是有点濒临失控啊 都不要讲说呢 呃 北京当局要求他们这个动态清零了 现在目前根本就清不了了啊 那所以呢 香港的状况呢 目前看起来是蛮严峻的 而且呢 不只是单日新增已经到了六千多人呢 感染了 他们呢在昨天通报的死亡人数呢 是二十四个人啊 不过仔细看一下啊 这个二十四个人里面呢 他们是说因为死亡人数多啊 所以他们要整理这个数字啊 所以呢通报的时间有点晚了 所以真正昨天死亡的啊 一天里面死亡的是十五个人 那其他有九个人是在过去的呃 三天当中十一到十五号啊 四天当中死亡的 那只是通报的时间晚了一点 所以在昨天通通累积出来啊 二十四个人 但就算是十五个人也多了啊 那所以呢这十五个人里面呢 我们讲过了有破百的人瑞 呃也有呢这个呃三岁的孩童小朋友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孕妇啊 这个孕妇的话呢 这边讲到说呢 十几个呃孕妇啊 目前看起来呢 就是呃确诊病人为代啊 那中间的话呢 说产子过后情况转差 呃就是状况不太好啊 所以呢现在正在插管治疗呃的孕妇呢 也还不少啊 那所以呢就是目前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呃 呃伤脑筋啊 因为老的老小的小啊 都是大家心里的宝 那不用讲说呢 孕妇啊她还事关两个人啊 那只是幸好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多半婴儿都没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但是呃妈妈啊 这个有些一两个了 这个妈妈的状况呢 比较严重 好那现在对于整个的香港来说 公立医院已经不堪负荷了啊 所以呢大批的人是在户外地区等待 住院那如果说呢比较轻一点的话啊 就是或者说住院了 但是转为阴的啊 就她才才的啊 这个阳转阴的话 通通都希望他们呢就回家啊 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比较重要的是 呃如果说属于轻症的啊 必须改成在家治疗 因为呢这个呃医院的关系啊 或者说未来呃染疫的人会变多的关系 我真的觉得口服药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啊 所以呢包括前两天我看到呢 呃这个陈修熙教授啊特别提醒这一点 就未来台湾如果说呢要去迎接下半年的逐渐解封的话啊 我们的次世代疫苗跟口服药真的要备好啊 那你说呢呃很多人也担心说这个疫苗 其实坦白讲啊都是紧急授权来的 他对于人体呢啊进到人体之后 长起来受的影响怎么样其实并不知道 而但是口服药的话呢如果能够有啊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帮助 好回到啊蓝薰时经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是香港的状况啊 那所以香港的状况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呃这个人数真的是呃激增啊 那所以呢对于整个医疗体系来说的话呢 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还说呢未来这几天的话呢下雨 我想对两个地方啊其实还蛮近的 所以天气系统的话呢可能会蛮类似的啊 所以下雨那温度又下降 所以呢正在想办法啊 在在户外地区卧床等待的呢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到这个医院里面啊 所以呢现在他们的嗯 这个算是他们的医管局的行政经理啊 这个说正在积极的啊尽快安排 就在这几天啊就希望马上可以让他们进去了啊 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呃眼前呃 这两天就是在在医院外面等候啊 这个非常急迫的一个状况 那就整个疫情的急迫状况来看的话呢 现在显然的是一定有很多的未爆弹 跟不明感染源的传播链正在这个香港呢 不断的啊扩散当中 所以呢现在已经查无扯查了 所以决定啊目前呢有消息 这是媒体目前的报道的消息了啊 那官方也并没有否认只是说呢 执行的细节怎么样呢 什么时候开始并不知道 那就是呃现在呢 呃北京方面啊这个要求呢 内地方面的城市而要对香港呢 来进行帮助帮助他什么呢 帮助全城呃整个整个香港呃 这一部分的话呢是呃香港的媒体报道啊 说呢会有大陆专家啊来台呃来香港呃 强制的为香港的750万的市民的要裁剪 而且要裁剪三次那一次的话呢 是说希望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完成一次 那按照身份证的排码啦 每天呃这个工作采样14个小时啊等等 那再把这个样本呢送回深圳来进行的这个检测啊 然后呢找出可能的呃有感染的人进行隔离 大概是目前他们打算这样子做了啊 那否则的话呢看起来不小时在哪里正在烧啊 所以整个的呃疫情就是在不断的闷烧当中 ok好所以呢就是香港目前的比较严峻的状况啊 那除了这个香港之外的话呢 那中国今天的话呢是92个啊 这个单日新增台湾的话则是4呃68 68里面的话呢是14个人呢是本土啊 好那这个嗯台湾的部分的话呢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全球了 这个全球目前的话还有两个国家目前也都啊 说他们要解封啊一个的话呢是多明尼加 多明尼加的话呢是加勒比海的呃这个国家嘛啊 这个一度是我们的呃这个邦交国 他们的话呃说虽然没有达到让七成人接种疫苗的政府目标 但是还是决定啊这个在昨天宣布要解除所有的公卫限制 包括呢戴口罩包括呢进入场所要检查 他是不是打过疫苗要出示正面等等通通都不用了 那这个多明尼加的总统阿比纳德说 正式宣布 他说是时候恢复我们全部的自由跟生活方式了 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嗯多明尼加他们结束了二零二零三月份以来 所实施的消禁啊那除了呢多明尼加之外的话呢是以色列啊 这个以色列的话呢其实他们的演绎数字还不少啊 这个今这几天啊都是一万多以上啊甚至有一两万的 那今天的数字是一万多啊但是他们也一样 他们的总理呢班奈特在昨天的正式宣布啊相关的确诊跟重症人数啊 这个因为下降的关系就很快的他们就要取消呢出入场所必须出示打过疫苗的证明的这个相关规定 也就是取消所谓的绿色通行证所谓的疫苗护照 ok好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国家我今天看到啊这个相关的也是放宽 那对于台湾来说的话14个啊呃也还好台湾说也还好 但是呢当然总是希望说在目前几个传播链还可查的可控的状况底下的话 呃我想当然就希望能够不明的啊尤其是不明来源的呢能够越少越好了啊 那目前不明来源的一个是练油厂嘛 一个呢是在昨天啊这个也是新的爆发开来的房屋代销群聚啊 又有说这个是设计师的群聚啊这一条传播链也是啊 这个昨天陈时中特别提到令人忧心的就不晓得他的呃来源是什么 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啊他的来源一路往上讲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两天啊所谓有什么新北市的设计师 一下就说房屋代销啊 事实上这个设计师是跟这个房屋代销有关 那这个你会看到呢跟什么宗教协会的群聚去唱歌有关呃 这个房屋代销是是参加那个呃宗教协会的群聚啊 所以呢回过台一路塑上去的话呢 讲到这几个的话呢可能目前的来源就是一个呃宗教协会的群聚 那这个宗教协会的群聚呢呃是呃设计师去跟房屋代销呃这个接触 那房屋代销去参加这个群聚那这个群聚啊是他们呃可能这个宗教协会 他们嗯日前嘛啊他们呃吃饭那唱歌那吃饭的呢有80个 唱歌的呢有25个啊所以呢这个群聚目前看来是往外扩散啊 所以往外扩散的话呢是一个一个往回追追到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个群聚啊 所以这个群聚呢目前未来这段时间一个礼拜之内吧 或者三天之内啊可能会衍生出来的案例呢呃蛮待观察的 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呃在14个案子当中啊14例 昨天的新增当中比较明显的10例新增都跟这个有关啊 好那另外的话呢呃有三例就是居家隔离中的阴转羊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ok那这个基于这个炼油厂高雄炼油厂到什么红茶店啊 就是说他去那边喝茶红茶店的服务神因此啊染疫等等 这部分的话呢目前看起来也还在清茶但是只有一个啊这个昨天呢新增染疫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台湾啊目前呢相关的状况啊相关的疫情啊 好那这个疫情的啊讯息呢在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呃对台湾来说当然就不明的感染源希望能够啊进能够查明就尽量查明了 那我想接下来的话呢如果要为下半年的啊这个解封做准备的话 我还是觉得啊一个第一个呢次世代疫苗之外口服的能够定的话啊这个什么一万套真的是太少了啦啊那否则的话呢你说打疫苗啊台湾其实到目前为止打第三剂啊好像有到一点点瓶颈的感觉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方面就是有些还是对疫苗啊有些疑虑啊一方面可能台湾的疫情也相对来说比较缓和那如果说可以跟像是流感一样用吃药的方式啊这个在家自己就 处理然后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对于方便性来说啊或者对于整个的疫情的控制来说啊或是未来的解封来说我觉得都会更让大家觉得更安心而且呢手边能够使用的工具啊也来的更多啊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就不要省这个钱了吧啊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薰时间啊那么刚刚讲完了这个最新的疫情之后呢一样来看呢觉得欧美股市啊这个欧美股市啊这个欧美股市 是的话呢这两天呢这几天啊这个很呃很直接的啊这个受到呢恶无情势的牵动啊那但是呢这个七上八下的呃一下子呢说呃这16号会不会要打了所以呢这个16号前的一两天哇这个股市跌了一塌糊涂那突然之间的话呢情势看起来有点点舒缓啊那露出曙光包括了这个有关于呃这个乌兰要加入北约这个事情目前看起来了我相信各方应该有一点点共识了啊 就是说他呃一样是一个目标但是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这部分也让啊这个俄罗斯说啊他们呢要局部撤军啊所以缓了一天但是呃因为各方都怀疑啊这个普丁说撤是真的撤吗还是会欺敌那所以的话呢就是非常的严加的去关注啊有关于呢俄军动向的状况 结果昨天看起来的话呢他不但没测啊所以呢来自于呢这个包括乌克兰包括美国的情报说甚至还增兵呃增加了这个七千多人然后呢聚集在呢这个乌克兰的边境等等啊啊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的话呢股价又跌啊所以呢局长涨涨跌跌呃所以我就说呃现在不是战云密布啊这个是宜云密布到底呢呃普丁要干什么好我们待会会来看最新状况以及分析啊那先来看看呢这个相关的欧美股市所以呢大致来看 那就是多半都是下跌的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在美国呢道琼公益指数呢下跌了622.24点收在呢34312.03点跌幅是1.78% NASA指数下跌407.38点收在13716.72点跌幅是2.88% S&P500呢下跌2.12%另外呢费城半导体跌了3.74% 好这是美国股市啊这个都是下跌的局面那呃三大股市的欧洲啊也是一样下跌而跌幅没有美国来的大了啊但是也都是下跌德国呢下滑了百分之零点六七英国跌了百分之零点八七法国呢小跌了百分之零点二六好那事实上呢对欧洲来说欧洲他们昨天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财报啊是个表现实际上还不错的啊所以我看他们在 谈到昨天的下跌的时候呢看起来显然这是有点沮丧的啊他们说呢很多的大企业的财报啊发不出来令人振奋啊但是呢依旧的不敌整个的俄罗斯跟乌克兰关系呢啊看起来的扑朔迷离更取紧绷啊也因此呢还是下滑了啊所以留意冲冲冲冲冲到最后还是啊这个呃后期乏力的往下跌了啊这个整个 俄乌相关消息啊不断的进来呢就是不断的灌压啊那这个美国的话呢来得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呢昨天不只是美国的部分是啊股价下跌包括的一些避险情绪非常的浓厚啊所以跟避险有关的话呢就通通都飙涨比方说金价飙涨比方说美元飙涨呃比方说恐慌指数飙涨呃那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也灌破了百分之二啊 那这个整个的避险情绪是非常非常的浓啊四大指数呢全部下沙呃那唯一的啊这个油价没有很快的涨啊因为过去这几天都涨了啊那这边油价呢就顺道讲啊这边油价最主要的原因是啊这个有关于伊朗跟美啊这个等于是伊朗和协议啦这个部分的话呢在昨天呃传出来说啊应该有进一步的进展啊那所以呢等于是油价在恶物情势呢 伊拉啊是往上拉那但是呢伊朗若和协议有进进展的话呢那伊朗的原油进到市场啊又是一个供给量大增的状况等一下又把这个油价往下压所以呢这样子一个一拉一一扯啊这个伊拉一压之间呃最终啊这个是稍微的下跌了一点好那所以呢最后呢呃纽约啊西德州原油呢是下跌百分之二输在每一桶九十一点七六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呢下跌百分之一点九输在每一桶的九十二点九七 七块钱美金啊所以但是你看这个部分你就会知道说啊目前的全球不管是一些经济的啦产业的啦啊这个金融的啦啊甚至一些原物料等等啊都是受到相当程度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啊它是一个最大变数啊所以呢不管是中东地区的伊朗啊不管是呢呃这个朝鲜半岛上的像最近金小胖还一定觉得很落寞啊啊这个开年以来就打了六七颗飞弹就还是没人理他 显然的普丁啊玩政治玩的比他更厉害一点啊可能他牵动到的一些利益或是说普丁的不可测性啊呃要这些周边国家付出的代价可能来得更大啊那所以呢这个金小胖完全啊目前就被啊掩掉呃掩盖掉了光芒了啊那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呃这些地缘政治其实都是啊这个相当程度的会是未来啊这段时间全球除了疫情之外啊当然还包括台海呃我相信是 蛮蛮蛮重要的一些变数啦这个干扰变数OK好所以呢这边讲到的是呃这个呃恶物啊在这一些嗯各个金融啦经济啦股市啦油价啦等等的指数啊这个当中的表现好那既然呢看起来呢呃在昨天让大家紧张了一下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回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到的啊就是说在美国的观察上啊说他不但没有撤兵啊而且呢甚至还增兵啊这是一个那再来的话呢在昨天传 谈出来啊这个呃恶物双方互控开火啊那这开火的地点呢又比较不一样了这比较像是我们在谈到的啊就是说在这一波啊在这一波的整个的谈判开始啊这个等于是紧张情势开始事实上呢是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嘛啊那原因他谈出他举出来的条件要求呢北约跟西方世界啊包括美国呢要要能够让步的就是呃不让乌克兰加入啊北约再来的话呢就在这一些呢呃 东欧地区的话呢不部署一些攻击式的飞弹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有一个是属于俄乌自己的他是打从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啊这所谓的明斯克协定里面所定到的那就是呢在乌克兰的境内啊在东边有呃两个自治区那这两个自治区的话呢事实上呢呃这个当初啦啊这个因为很多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一那所以呢呃等于是他们啊这个俄罗斯希望一直希望他们独立啊他们也自己说他们希望独立啊 那但是呢谈了之后就说好那好歹给他高度自治啊所以乌克兰承诺给他高度自治那也因此的话呢双方愿意啊这个放下呃干戈没有到立地成佛啦啊但是至少维持一个和平的状况那就是呢乌克兰的政府军啊也也不去剿灭啊这些所谓的呃这个乌东的叛军那这个乌东的叛军背后的话呢当然是俄罗斯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明斯克协定所以最近不断的被提出来明斯克协定的意思就是讲到说呃 俄罗斯军那你要遵守啊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并没有给啊这个嗯乌克兰啊所谓乌东这个地区呢真正相当的自治那昨天昨天开火的地方呢就出现在呢这个乌东这个地方所以显然的目前看起来呢呃普丁他真正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他已经要到了北约呃就是乌克兰暂时不会加入北约了那他还要呃这些呃西方国家撤出飞弹基地吗这恐怕有点难所以他是不是要的是 乌东的自治希望在这个时候达到啊那然后他还真正的撤军呢那所以昨天的开火呢相互指控中间也是疑云密布 好回到啊蓝薰时间啊所以呢看起来目前呢到底呢俄罗斯啊会不会呢很明显的愿意撤军啊时值的撤军跟他想要什么跟要到了什么是有关系的了啊那所以显然的呢他可能不只要啊这个乌克兰呢暂时不加入北约他可能要的更多那要的呢 是什么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呃最新的发展是在呃乌东嘛啊所以呢呃看起来我想乌东这个局势啊就是所谓的嗯是不是给他更多的自治权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应该是一个焦点啊因为呢呃待会会再说啊有些部分的话呢显然的都开始真的也锁定到这边了代表是大家可能有有都有感觉到啊这个俄罗斯的意图了啊好第一个的话呢就在昨天啊这个相互指控开火那OK这边的话呢呃一开始是说呢乌东的亲俄非诚 分离主义啊这个卢干我们刚刚讲到说乌东有两个啊这个自治区嘛啊一个呢是卢干斯克啊一个的话呢是盾内刺客那这两个的话呢顺着他们自己本身了都已经成立了什么人民共和国就是呢乌克兰不不不不不赞呃不认可就是了啊那这个呃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他们指控啊说乌克兰的军队率先对他们开火那他们是被迫还击啊所以呢到底就是说是这个呢呃呃叛军开火等于是俄罗斯的军队在后面支撑他们向呃这个乌克兰的政府军开火还是呢呃政府军对他们开火那现在双方各说各话了啊那事实上这个部分倒有意思是先前美国的情资就曾经说过啊他们认为啊就如果说俄罗斯打算打一个局部性的战争就突然间啊去 在某个地方就像当初站克里米亚一样他们应该会用一个呃假装对方呢让对方对自己开火然后呢就给了一个呢出兵的理由所以呢会不会昨天这个场景就是这样子一个呃呃呃固步一正的研发就真的不知道了所以呢目前呢双方啊对于呢谁先开第一枪啊这个相互的指控但重点在于说呢呃昨天确实是有一些零星的开火那这个开火呢伴随着什么呢伴随着呢 呃俄罗斯的国会在昨天啊前两天表决通过呃敦促呢普丁呃尽快的呢要跟乌克兰进行谈判要求乌克兰呢呃这个等于是旅行啊这个明斯科协定甚至更进一步的呢要让呃这两个由俄罗斯所控制的或者说以俄罗斯人为主的乌东这两个地方要独立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 因为像在政治上给了一个普丁的理由哦等于是嗯对普丁来说第一个你要出兵你要有个出兵的理由第二个的话你可能要一些政治上的理由说他们心向我们啊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呢呃俄罗斯的国会在前两天通过这个表决也让大家觉得呃似乎啊这个事有蹊跷有点事情呢正在铺陈当中了啊好那这个铺陈的话呢显然的英国啊这个也感受到了所以英国的外交部长呢目前啊他也积极的呃这个 介入啊这有关于呢俄乌的调停现在欧洲的国家呢呃什么法国啦呃德国啦啊英国都在呃介入调停都希望在这个自己在这样事情当中啊有一些表现的角色也好有一些呢呃更直接的一些关关心也好啊那所以呢就是英国的外交大臣特拉斯啊他现在人正在呢乌克兰的首都啊那他在里面特别强调说呢他看到了啊有关于俄罗斯的呃国会要求 普丁啊这个承认乌克兰的顿内刺客跟卢干斯克这两个地区的独立他呼吁乌克兰不应该接受哦他如果认为他说如果说俄罗斯要的是这个的话代表的是他攻击了乌克兰的主权完整而意思说他等于是今天会要求你说先接受接受他的高度自治下一个就要求他独立接下来的话很可能就希望他能够呃回归呃俄罗斯的怀抱之类的啊所以他认为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就 意味着进一步攻击乌克兰的主权跟领土的完整性显现出来俄罗斯其实要选择的并不是和解不是对话而是对峙只说可能不见得用完完全全看得到的呃这个武力进攻啊而是呢各方我想这个意思就包括外交政治跟军事的手段吧啊就用军事以战来逼你同意他们的一些可能的条件了啊所以呢就是目前的英国的外交部长啊特别点出了这一点啊 啊这个呼吁啊可能包括呼吁乌克兰包括呼吁各方吧哦可能到注意这个可能俄罗斯方面的图谋哦那他也另外对中国喊话啊他认为呢在这个北京冬奥的时候呃这个普丁跟啊其实不是有共同发表些联合声明吗他呼吁呢这个呃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中国大陆呢向来不会去介入他国的内政啊他的实际上说法说他他认为中国不应该跟俄罗斯站在一起啊他认为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面他不应该啊去挺 啊这个普丁OK好所以呢大致来看呢这是有关于在今天啊呃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呃是不是啊这个接下来的话呢乌冬会成为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呢呃对于普丁来说他除了要到了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他会要求更多以这个为最后的一个交换筹码但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就确实啊这个乌克兰本身的完整性领土的完整性呢就突然间变得强权之间变成一个呃煮上肉啊 带载的羔羊他自己有没有权利去要求自己的主张呃在强权之间呢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看在台湾的眼中啊这个台湾当然会看乌克兰并不是说呢这个乌克兰战争会马上牵动台海战争而是说呢在这个乌克兰的状况底下强权之间如何进行相互的可能第一个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个可能呢政治跟外交当中的斡旋 那就会很清楚的知道第一个强权之间不会愿意为了乌克兰出兵啊对他们来说目前北约也不愿意啊所以为什么北约他们呢宁愿去调停啊因为他们要付出太多代价了不但是可能死伤的代价还包括他们那么多的经济利益呃包括天然气啊都是俄罗斯供应包括很多的贸易往来其实呢都占比蛮多的啊所以呢这是北约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事实上呃他们就算目前看起来啊这个距离比较 遥远一点啊所以呢力挺乌克兰啊这个极力的去呃这个批评啊这个俄罗斯但是你要他出兵他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多大的意愿啊那甚至连出兵去撤侨他都说哦这会引发呢美俄大战啊所以你会知道呢强权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啊我觉得他等于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呢逼到极致点上的时候啊大家嘴巴很会讲啊就所谓的麦克风战争嘴巴很会讲啊但事实上呢啊行动 是如何但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呈现另外一种战争的模式啦都用讲的哦所以呢其实大家我相信对俄罗斯来说他真的要出兵他吃得下吗他看得住吗哦所以他对他来说他也是就是摆出要出兵的样子其他的话都都用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们发现呢讲来讲去就够了讲来讲去就已经差不多十天的时间了股市重挫什么油价飙升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战争 可能带来的效应其实即便还没有真正到动物交锋就已经开始呢出现了一些大家要付出的代价了所以呃这个所谓的麦克风战争啊这个线上战争呃这个其实在现代的这个状况底下对台海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地方 好回到来宣时间啊所以刚刚讲到呢这个俄乌最近最新的状况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最新的一些呃零星的战火是发生在乌克兰内部啊所以呢乌克兰内部的话呢就是回到当初呃在这一波的危机之前他们这个内部的战火其实从来几乎没有停过了啊所以呢这个明斯克协定不断的被提出来就说从来没有被兑现过就是呃 乌克兰的政府军啊跟这个呃有俄罗斯支撑的啊这个当地的要求独立的啊这些反胖反叛军啊就在这个当下突然之间呢又又开火了啊所以呢这个状况听起来啊就有点更加的啊这个雪上加霜或者是说他凸显了下一步啊可能俄罗斯想要的是什么OK好所以呢这部分我们就可以再观察下去但是呃美国方面的话呢拜登啊昨天就特别提到说呢呃虽然16号过去了啊大家认为未来几天的话呢仍然可能呢 随时啊这个俄罗斯会发动战争啊那只是说会不会啊就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乌东啊为他的主要的标的就不是那么知道啊但是这样的话说出来之后当然整个的啊这个战争的阴霾还是没有完全的回去啊但是对俄罗斯来说但是非常生气啊这个美国乱七八糟讲啊那所以呢昨天这个俄罗斯啊驱逐了呃美国驻俄罗斯的呃这个外馆的副馆长叫做哥尔曼的哥们啊他们 从生没有计划要入侵乌克兰啊他说呢拜登的言论制造紧张他为了报复啊这个拜登乱讲话所以呢决定驱逐啊这位呢呃这个莫斯科啊的副馆长啊所以呢话也讲得很白啊就为什么要驱逐他就是因为这个乱讲话啊那所以 这个部分就是显然的了啊这个恶乌的情势得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我想未来这个礼拜会是蛮关键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在呃欧美股市当中当然啊有关于联准会到底升息因为三月份快到了嘛啊那所以到底升息多少先前的话呢本来呃趋向鹰派啊担忧呃升很多那这个嗯相关的会议进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是一个渐进的音音士啊呃就是有点点鸽派的声音出来但是 是啊这个昨天呢又有呃他们的呃圣路易的联准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这布拉德呢向来是很鹰派的啊他呢昨天重申了鹰派的言论他呃不只是讲到三月份升升息多少了他讲到说他希望在七月一号之前升息四马那呼吁呢这个联准会的行动要快啊要立即展开行动严防的这个通膨失控啊那所以这个话出来之后呢又给啊这个股市呢 造成了一些压力OK好所以呢大概来说是这样子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些相关变数的话题的局面是这个样子好那一些比较呃有话题性的个股啦啊这个Meta啊这个脸书他连续啊几次的事件啊包括到现在看起来股市啊还蛮长跌的昨天呢又跌了4.08% 啊说他的这个市值已经从去年九月份的高峰啊这个中发了超过了500亿美金哦美金啊所以呢曾经是全球第六大的企业到现在为止已经跌出10名之外了我觉得脸书啊真的是他在很多事情的啊关键的决策上不管是在商业上不管是在啊这个他的平台上大家跟他共享利益的呃这个供应者不管是他在这个言论 他们的一些呃负责任的啊这些嗯包括的一些计算程式等等啊他的一些表现我觉得都让大家蛮失望的我想这也是所以他改成Meta也未必可以完全的挽回大家对他的信心呃这边讲到说呢他跌出10名之外被谁超过呢被特斯拉呃博克夏海瑟曼就是呃就是呃呃对大家知道啊NVIDIA还有台积电还有腾讯通通超车啊所以呢这台积电实在是蛮厉害的啊好 所以呢就是MetaOK那另外的话呢绘图晶片龙头NVIDIA啊这个昨天呃公布的财报说他翻倍成长哇这个很厉害营收呢再创新高啊那但是这边讲到说他供应链的问题导致了车用部门表现不佳就是啊车用晶片了啊那所以呢呃因为担心对他的毛利率啊可能会有些影响啊所以他股市昨天的是下跌的那再来沃马表现很好那沃马的话呢呃他昨天的财报非常的亮眼啊对今年的财测 也觉得很好那所以他等于是线上线下通吃了我觉得他算是转型蛮成功的一个呃大的啊这个白货公司那所以他即便面临全球的供应链跟成本上涨啊等等啊获利有点沉压但是呢看起来还认为需求啊是稳定的不管是就电商不管是就白货公司的实体即便疫情过后他们都认为还是会表现不错好那再来的话呢是特斯拉啊特斯拉昨天的下跌5.09%依旧的他的电动车的刹车问题啊 他被这个称为幽灵刹车事件现在美国的国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啊要进行调查 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啊比较有关的国际的一些财经啊跟地缘政治的消息 好那回到台湾啊刚刚讲到这个那么多的经济面讲到了那么多的啊在这个呃地缘政治啊这个战争疑云之外啊其实呢回到这个通膨跟这个物价的本身 呃在台湾啊在昨天看起来呃这个政府啊这个主机处公布了去年你的薪水多少呢有涨吗呃扣掉通膨跟物价上涨之后还剩多少呢有掉吗啊所以呢这个数字的话呢呃去年大家失之心之倒退路啊得退路了啊那这个得退路的比例啊到底是怎么样不算多但是呢是五年来首见啊这个嗯看一下平均啊 看你在平均值得哪里啊你这边讲到说每一个人啊这个全台湾啊每人每月平均薪资是四万三千两百一十一块钱 那年增率是百分之一点九三啊所以薪资本身是有增加的那每个人每个月的总薪资啊这个总薪资的话呢应该就是加上嗯年终奖金吧是不是 不是是五万五千七百五十四块钱那年增是百分之二点九四OK你有那么多吗OK好那再来的话是哎前面是全年每人每月应该是这样子OK 大家他的年终奖金应该是有差别的啊但好重点是这边啊扣除物价指数的呃指数之后啊呃每年每人每月实值的经常薪资是四万一千四百二十二 所以呢年减百分之零点零四啊所以我说减的不算多但是是减了啊就是说你本来可能有涨的都被你的物价给吃掉了那所以呢是近五年来首次全年复成长好所以呢嗯这个部分确实是大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物价涨而且我们的呃物物件我们的产品的流通打摆子式的以下太多哇这个市场上面都在吃风 重力市场当中都在吃市家市场当中都在吃柳丁突然之间没有啊但也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啊这个我们的呃物价跟我们的物品的流通啊跟这个控管我觉得一个是农委会啊一个是公平交易委员会这些总是呃当然还包括我们整体的经济的带动了啊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啊要更更加一把劲啊那这样子的话题的同时从昨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到今天呢这个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 头版头包括了联合报也发生很大的版面啊都讲到的就是啊然后我们的什么嗯挂号费检验费健保的部分负贷还要涨那本来我是觉得说呃要涨事实上是ok的啊否则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的健保也不可能永远的啊这个撑得下去我们健保实在太方便了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分流真的做的不够好大家家都会挤到这个呃医学中心去 那所以啊这个目前的涨啊你会发现呢他虽然涨啊是要让这个健保啊这个整个财务负担稍微松一点但他是有一些针对性的涨啊就趁一些相关的涨或调整啊去让整个医疗的资源能够更加的平均被分配更合理的被去运用这点我是赞成的啊但是啊但是这边就讲到说 这里头啊这个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当中的检验费你说挂号费大概涨不到多少啊那如果说他是讲到说你到大医院去会要贵一点然后在医院一般的区医院诊所会便宜一点我觉得ok但检验费要贵你光是一个呃电脑断层好了几千块那如果说你的部分负担百分之二十所以动辄的话呢呃就有人要因为检验而多付六百块那这部分其实就有点点重哦那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吗而且如果你是你是因病要去做检查 咱们都负担了咱们都负担了咱们 谢谢大家